10万订阅 听你真好 大家早安 欢迎收看克斯新闻 我是婉伦 真的是母嫔子贵周杰伦概念股巨星传奇7月13号登陆港股 就以5.75港元开出 盘中股价暴涨超过45% 让创办人周杰伦的母亲叶惠美变成了亿万富豪 那么为什么会被称为周杰伦概念股呢 因为控股的4位股东分别是周杰伦的母亲 明星经纪人与多年的商业伙伴 跟曾经的杰威尔音乐高层 现在我们一起来拆解周杰伦概念公司的业务模式 业务模式一 新零售业务 第二 明星IP创造与营运 但在过去 疫情导致销售不佳 中国的媒体虎秀分析 核心问题并不是流量而是营运模式的选择 同时也观察到咖啡的回购率远低于星巴克 最新传奇选择了一个很小的产品领域 而且过分依赖明星流量 关于公司的未来与上市发展 仍充满考验 我把详细的新闻连结放在下方 欢迎参考哦 更多资讯都在财经集集通以及科新闻 我是婉伦 科新闻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理财周刊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周刊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